欢迎收听活话英文每周一句 大家好,我是英文教练Abby 每周我会从生命的任意角落 选出一句英文来与各位分享 跟着我,每周收听 相信你会慢慢开始把英文带入自己的生活中 今天我要与各位分享的是 自己晋升为多猫家庭的生活小故事 在我家中有一位老猫Cubby Cubby有的时候是在我爸妈家 有的时候是在我家 另外呢,我还有一位常住在我家的小公猫 叫做Trippy 最近我又领养了Nicky 它是小母猫 不过现在Trippy跟Nicky需要隔离在不同的房间里面 因为Trippy最近才刚结扎完 那目前在复原的状况中 Nicky则要等到之后才能够结扎 有一天我要睡觉的时候 盖好棉被 把手放在棉被外 竟然是碰到一滩非常湿的不明物体 当下我马上坐起来 惊醒了 结果就发现我胸口前的棉被上 竟然有很大一滩非常湿的猫鸟 那我们确定这是猫鸟的 因为里面除了我之外就是Trippy 我相信我并没有误会他 虽然当下这真的让我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谁喜欢在床上发现尿呢 但是我清楚 他不是故意的 那这就是我今天要教大家的英文金句 他不是恶意的做这件事情 那也许你常会使用英文里的 这两个词的意思是 尽管 之后我也许会在YouTube上面 做更完整的解释影片 来连结这两个用法 但以目前来讲 如果我们光是看Spite 这一个单字 它的定义呢 就只有 A feeling of wanting to hurt or upset somebody 当你想要去伤害一个人 或使他感到非常不开心的时候 Wanting to hurt or upset somebody 这个就是Spite 那通常它会与Out of 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词 这个片语就是Out of Spite 那我这惊悚的多猫家庭故事 还没有讲完呢 隔天当我在处理衣服的时候 空气中有一种异味 只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去定下 这个异味到底是从何而来 直到我去看了那一堆衣服的时候 我发现上面竟然有一小摊的软便 这个排泄物的坠落处 很刚好的就在两件衣服的界线 因此把它们粘得紧紧的 让我比较难过的是 其中的一件衣服 是我很喜欢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再一次复习今天的金句 It wasn't done out of spite 这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出于恶意 就非常的重要 They aren't doing this out of spite 我也想顺便介绍一下 Jackson Galaxy 中文是杰克森·盖勒克希 他是一位著名的猫行为学家 大家有可能在动物星球 Animal Planet这个频道上 有看过他的节目 我看到其中一个YouTube影片 那内容就是有一只猫咪他叫Frankie 他出现了一个不好的行为 就是会一直在主人的床上大便 使得男主人十分的不开心 甚至要女主人去选择 你要留猫吗 还是你要留我 It's the cat or me 那我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 听到Jackson Galaxy 讲这一句话 他说 When a cat poops in your bed 当一只猫在你的床上大便时 They're not doing it out of spite 他们不是恶意地要这么做 It's a desperate cry for help 其实这可以算是 他们很无助地在求救 Normally It's a sign that the cat is really territorially insecure 通常呢 这是一个迹象 那那个迹象就是这只猫 它对于地狱 特别地没有安全感 这也非常符合 我现在家里面的状况 因为原本Trippy 是可以到处行走的 但它现在完全被限制 在我的卧房里 所以有一点可怜 那我相信 虽然我有尽力地陪它 但它一定有感觉到 这一个转变 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本有的地盘也没有了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正在迈向要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 猫咪们开始要结扎了 然后很期待他们之后的相遇 那最后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猫咪们还有其他宠物的行为 有时真的可能会使我们困惑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 其实其他人类的行为 其实其他人类的行为也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也许无论我们面对的是猫狗还是人类 如果第一时间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问题或困扰 我们可以先试着想到 那再做一个连结 最近我和健美女大生 Kelly教练 一起录制的podcast 关于类中年危机 以及如何安于不是 在其中 Kelly就有与大家分享 圣经里面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所说的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are doing 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那其实这两句是可以一起记忆的 不要先假设他人是恶意的 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用更好的方式 来面对以及处理我们眼前所遇到的危机 期待下一周回到这个节目 再分享另外一句值得思考与学习的英文 我是英文教练Abby 让我们一起谷话英文吧